車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TXON 算是16年後的 代號是TL 板上很多車友都是開這款新款的車 代號TL 這台是1.6渦輪 然後二區 代號TL 那這台才剛交車沒多久 我來改那個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算是有點太舒適了 所以我想要把它改的更 更 更穩定一些 這個是前面飾板把它裁掉 上座 避震器的上座在這裡 這台是1.6渦輪 剛交車 就趕快來升級一下避震器 目前的話都 車子都還是原廠的 旅圈的規格 輪胎的規格是17寸的 這個版本是17的 256017的版本 然後輪胎所有的東西呢 因為新車才剛交車沒多久 所以都還是原廠的 那今天的工作呢 就是來改裝KT 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這個變器呢 當然會比原廠的穩定很多啊 所以它是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呢 也能夠隨著自己的需求 來做調整 這個是軟硬從這個地方調整 這是車頭前面 我們這台車上的TL 它的前方的話 上市板有一個塑膠的蓋板 需要把它拆掉之後 才能夠拆得到這個避震器的上座的三顆螺絲 那調整軟硬的話呢 也需要稍微掀蓋子之後呢 才調整到軟硬 這個地方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它順時針呢 阻鈴就會變硬 逆時針就會變軟 KT的這個道路的版本呢 有30段的可調的功能 那它的上座 KT都有附上座 但這台車呢 只有附前面的上座 後面的上座 我們來看這邊好了 後面的上座呢 就需要沿用原廠 這是原廠的後上座 後上座的話 就需要沿用原廠 這個是避震器 式子呢 都已經拆下來了 比較粗壯的是前面 這個都還是新車 你看都還那麼新 這個是前面 然後這個後面 後面的話算是避震器 跟彈簧式分開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是一般的賣花層 它有原廠的 這是左邊吧 L 這是右邊 這個是油管 油管跟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這個是防晴桿上面 有一次理載串 理載串的固定點 所以KT的這個版本呢 全部都是跟原廠的規格一樣 那剛剛有提到了 上座的話 一般的改裝BMC 需要把原廠的上座拆下來做沿用 但這一個KT的版本呢 就不需要 就可以直接沿用 那個我們所附的強化上座的規格 來介紹一下這一組BMC好了 左後裝好了 後面我們先看一下 等一下會先介紹前面 這是後面 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剛剛有提到過了 這個版本呢 它是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也能調整 高低要怎麼調 高低不是靠壓縮彈簧的長度來改變車高 高低的話是靠捧身可調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頭盤把它旋鬆之後 藍色的這個下座呢 往下延伸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所以側高就變高了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藍色的腳管機構呢 往上調整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 側高就會變低 那預計啦 這台車呢 有要把車高微降 剛剛新車拆剛轎車的時候 前面是大概五指多 所以等一下前面會降到剩三指幅 後面的話是四指幅左右 只有微降啦 並沒有降到像一般轎車那麼低 這樣就失去這台修理車的那個功能性了 所以車高的話呢 只有微幅降低而已 前面等一下會降到大概三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 維持大概四指幅左右的高度 那剛剛有說到了前面的避震器 它有一些專車專用的零件 譬如說這個離載串的固定位置 它就是跟原廠的固定位置一樣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是油管 煞車油管 這個是ABS感應線吊架 它有一個固定扣具 這個固定扣具呢 就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呢 這台車呢 在KT的設計上面 它是做專車專用的規格 所以它的相對的位置 都要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不用再用 以前我們改變器的時候 都還用什麼束線帶 不用啦 這個都有專車專用的固定位置 可以做固定 那前面上座的部分 這個上座啊 它也有附上座 所以這個上座的軸扇 也是選擇的材料也還不錯 這個上座裡面有一顆軸扇 這個軸扇呢 是日本KOYO的軸扇 所以它的轉向起來呢 也會還蠻輕盈的 而且日本KOYO的軸扇 都算是日本做軸扇裡面很知名的品牌 剛剛說到的主尼克調 就是從這個地方可以做調整 它一共有30段的主尼克的軟硬 可以做調整 順時針 它有一個一個的手感 順時針呢 H這裡 這樣看 H這裡就是變硬 S就是變軟 所以它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剛剛說的 藍色腳管這裡呢 這個是做高低的調整 所以這個前面的設定 就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相當的廣 而且它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啊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不會差很多的 也就是說都差不多 所以它不是低階的產品 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的 這台是1.6渦輪引擎 1.6汽油渦輪 代號貼了 前面介紹完畢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有一邊安裝好了 一邊還沒有 因為啊 等一下預計的車高呢 是大概後面是大概四指幅 所以彈簧的話 我們就選擇長的版本 讓它的作動的話呢 會更舒適一些 那這裡有一個地方呢 來這個地方是要 沿用原廠的上座嘛 那後面的話呢 如果阻尼調整在這個地方 那勢必要把這個便器卸下來才能調整 所以KT它本身的設計 是在這個地方 就做阻尼的調整 也就是說呢 手伸進來之後呢 跟前面一樣 順時針就是變硬 內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阻尼調整的話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這個後面設計上呢 比較方便的地方 在Tosan TL這個車款 就是比較方便的地方 那這個防塵套呢 也是專車專用 哈囉 你好 老車友 TAPC老車友 你好 這個 這個是行程嗎 做動的行程 這個是防塵套 防塵套啦 饅頭 都不需要再使用原廠的 就直接用KT所附的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呢 是什麼機構 這是彈簧 彈簧下方 有一個調整基座 這個基座呢 我們一般是稱 在可調式的避震器裡面 有一個專業的術語 叫Hairoki 用意就是來調整車高 所以後面的車高取決 是在這個地方 不是靠這個桶身 跟前面不同囉 因為它懸吊機構不同 從這個地方調整長短 不會改變車高 這個地方呢 統身它是來配合 它彈簧的規格 來調整行程的 所以調整這個調整多高 多長多短 不會改變車高 調整車高的話呢 後面需要從這個機構 來改變車高 這個機構 Hairoki 它變長之後 車高就變高 把它降到最底呢 車高就變低 所以這是後面懸吊 跟前面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來這個是後面 Tosan TL的後面 那如果啦 這台車後面也算是多連感的機構 有些車友 像這個車呢 改很大 甚至是改氣壓的結構 或者是說 用可調的 然後它的車高 要降到剩一指半兩指 那麼低的話呢 那車就會建議 找看看 因為這一個的 塑角是可調的 但是仰角不能調整 那如果看看廠商 韓國廠商 也許有人出這一支 可調式的仰角調整器 就比較不容易會吃台 所以這個是 後面多連感的懸吊 如果車友們 有要降低的幅度 因為原廠剛剛 我量測的時候 後面 這台Tosan的後面 是大概六指幅左右 如果要降到很低的話呢 那後輪的Camper角度 一定會變得比較趴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的 外巴或內巴之類的 那個角度 那就比較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就需要建議 要改仰角調整器 但是這一台Tosan的TL 是不是有廠商 有說仰角調整器 就需要詢問一下相關的廠商 那如果板上 因為這個 我在家主裡面開這個直播啊 大家都是開一樣的車款 如果有任何底盤的問題呢 趕快線上 如果我們可以替大家解答的話呢 都歡迎立刻詢問 不用客氣 因為這一次就開直播 跟大家一些分享 改裝便器的一些流程 現在師傅在做的呢 就是你看這個上座 手指頭指的第一方呢 這是原廠的上座 那師傅現在在幹嘛 師傅現在在調整阻力 在調整軟硬的那個幅度 因為現在都還是原廠的輪胎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上車的時候呢 前面跟後面呢 這一套避震器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等一下呢 預計大概調個15段左右 前後都大概為15段 這台才剛交車耶 超新的 這個叫落地改 交車就改 這是原廠的 原廠的零件都拆下來 原廠的配胎也是配普利斯通 225 60 17 這台車就剛交車啦 所以這台車就全部都是原廠的規格 車友也沒有要降很低啦 前面大概三指幅嘛 後面大概四指幅 等於是比原廠降低個兩指幅左右而已 幅度並沒有很多 所以養甲台湧器應該也是不需要 對阿對阿 老朋友 那個這一台是1.6T的耶 我知道你也換這一台對不對 你的也是1.6T的嗎 這一台是剛交車的18年款的 這裡應該這樣看得到 這裡18年款的 1.6的 1.6渦輪 現在不論是日系車啦 歐系車全部都是西數變小 渦輪化 像圖上的話我們台灣引進的一代 那時候都還是2.2千的 甚至是有 我記得我有做過2.7的V6的 2.7V6的就很小 胖胖子對啦胖胖子公車司機對不對 這個是B&G的前面上座的部分 這個是B&G的前面上座的部分 這個有濾心耶 它的外部濾心的話呢 如果車友們有要換這一台的濾心的話 也需要把這個試蓋 這裡有一個外部的濾心 這台車CP值真的很高啦 胖胖子 那個換這一台真的是還蠻 我覺得韓系車最近大概5年8年 進步的幅度真的很大 妥善率也好啦 整體的CP值也好 真的是很不錯 唐勝宇 哈囉下午安 南區的車友 左後已經安裝好了 現在師傅在安裝的 就只剩下右後 拍一下車內 這個才剛交車而已 做到它超新的 唐勝宇 老朋友 現在換什麼車 你也換頭上嗎 這些離窄串 還有一些油管固定間 這個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車頭也很漂亮 很霸氣 不論是外型 還有引擎動力 整體底盤設計 韓系車 最近幾年真的是進步非常非常多 這組多少錢喔 這個是KT的道路板 KT的道路板的話 一般韓系車跟日系車的價格 完工價都是兩萬六 你是換2.0才有的 了解了解 這台是1.6波輪汽油的 這台車也是很懂車的人喔 才知道它的高CP值 空間也很大 行李箱的空間也超大的 北區喔 北區 我們這個KT的品牌呢 北中南台東 宜蘭啊 花蓮喔 全部都有經銷商 都有店家可以為大家服務啦 啊 胖胖子的話 北區當然是找阿溫啊 大家都是老朋友 它的底盤功力的話呢 也是無庸置疑囉 萬海啊 對萬海 它也是改了KT的便器啦 對對對 它好像最近才找阿溫改的 對萬海它好像現在跟胖胖子也是同行耶 對不對 看不到耶 北部在哪裡裝 我們北部有很多的地方 都可以為大家服務耶 北中南其實全部台東都有 台東花蓮全部都有 如果啊 因為板上也不確定 能不能透露這些資訊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KT的那個粉絲團啊 問一下小編 因為板上的話 這個板上 不知道能不能做這些商業的廣告 那今天只有單純做 做便器的分享 如果要 要在哪裡安裝啦 之類的 再請車友們到 我們KT的那個粉絲團裡面 問一下那些小編 保固 保固這個應該能說啦 保固的話是一年 啊 對這些便器的用料 像KT的便器啊 它的主寧油 裡面要填充最主要的主寧油呢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寧油啊 然後 油封的部分的話 是用日本的NOK 如果以前大家有開日系車的話 日系車有一個 蠻知名的便器品牌 叫Tim Tim的話呢 也都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啊 前面上座的走程 剛剛影片一開始就介紹過了 上座的走程 是用日本KOYO的走程 都是 用料都還不錯 一年保固 日後的話呢 都是可以拆修 都可以維修 好OK 那今天的那個 頭上的直播啊 就到這裡了 因為我沒有在頭上裡面 直播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我們 對這些底盤的便器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可以私訊我 也可以到那個 KT Racing的那個 粉絲團裡面 問一下小編留言 謝謝大家 拜拜